大家好,我是香港小美女,也是你们的小甜心哟 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一 我的那个年轻逗留的日期呢是4月9号到期的 所以我又提前来了,来湾仔出路径管理局 刚刚排队拿了号码,号码已经排到下午3点15分了 刚刚工作人员给了我号码 让我们按照号码上面的时间来看 而这时间呢,我们就在外面去哪里转一下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穿鞋车的时候 这个大骨子的伤口又裂开了,然后流了血 然后坐车的时候,就在国家的车站 拿着一个残庭区在那里擦大骨子上流下来的血 边上的一个大姐看到,她就恶化不足在包里翻来翻去我 我以为她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 没想到她把一个窗壳接地到我面前,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都是不认识的人在等车 然后她竟然看到我的大骨子在流血 看到我用餐巾子在那里擦,她可能看到了 然后她就默默地在包里翻来翻去 翻出来一个窗壳接地到我的面前 我跟她说了一声谢谢,后面就不敢跟她讲话 但是我心里真的很感动的,我一直到下车的时候她也下车了,我都不敢跟她讲话 但是我的心里真的心跳得很快 但是我的那种心情知道吧,就是挺想跟她说话 也挺想再跟她说几句话,让她知道我的感激 所以后面坐地铁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也没再跟她说话 我只是感觉自己脸皮太薄了,她打一笑我 对这个事情打一笑,平时我感觉我自己挺胆大的 但是真的通过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在异地的,在人生里不同的一个地方的一种温暖 真的,她二话不说看到我流血了,二话不说就快出一个窗壳接地到我面前 你说这种心意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虽然窗壳接不值钱,但是我最需要的窗壳接,她进来地到我面前 我真的很感动,我也通过视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好了很多告诉女孩 真的,这个在香港这边啊,整个世界,香港的大姐啊,大夫啊,他们的工作很好 在街上交点遇到湖南,看到了很多窗壳接地下,这个事情啊,我更加感觉到我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大姐 郭敏,她是一个非常清晰,又淡然的 客门,穿鞋子就见血了,好在处处有温情啊,一个窗壳接,就让我这一整天都念念不过啊 就算我坐车啊,走路啊,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她给我窗壳接的那个大姐 当时的场景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视频,让我们走过,放心身边的陌生人 给他们温暖,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看到身边的陌生人有困难了,我们伸出远足之手 当你碰到身边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伸出自己的绵薄之力,伸出自己温暖的大手,给身边的陌生人同爱 人间处处有真情,希望我们能够传递各方正能量吧,特别感动,特别感动 thank you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